多個政黨在維園年宵攤檔開幕 以不同方式籌集經費 應付未來的選舉年 戴祖兒報導 文章還在病床時寫的 22年來首次沒有司徒華坐鎮年宵攤檔會的支聯會 幻想的是司徒華在病塌中完成的最後一本著作 有支持者想起以後不能再在維園見到華叔 悲從中內 我覺得他的年紀不是很老 不是很大 同樣沒有了司徒華社輝春的民主黨 改為出售印有司徒華的墨寶 最多人要的就是民主萬歲 和普選快樂 非常受歡迎 很多人買來索取華叔的徽宗 年少探位一向都是政黨籌款的主要途徑之一 經歷退黨潮的社民連 剩下梁國雄一個立法會議員到場打氣 每支基金的那60萬的賣樓基金 是我和玉文卿和大教卿 答應了籌訴 今天來這裡就是盡回這個責任 公民黨就出動前黨魁如若味 簽名、社輝春、影相、有求皆認 財政壓力沒有那麼大的新聞黨 就說首要任務是加強宣傳 讓更多市民認識他們 往年來維園行年宵 這條通道基本上就可以找到香港各個政黨的攤檔 今年唯獨是爭了民建聯 去年他們在這裡擺檔被一班網民追擊 今年就移屍了去荃灣 沒有民建聯 民主黨就成為追擊對象 由團體製作諷刺民主黨的產品出售 眾生副主席劉慧卿到場的時候交給他 劉慧卿說只要沒有粗口和暴力都不會介意 那我看見電視記者戴祖言